杀手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想方设法要杀的男人 竟然当着他的面 将他的妹妹给娶了 真的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男主就是这么霸气 可谁能想到 男主患有重度社交恐惧症 几年前由于事故失去了家人 因此男主对结交重要的人产生了心理阴影 变得极端害怕与他人来往 不过他有一位如偶像般存在的青梅竹马六美 这让班上的男生羡慕不已 但两人亲密无间的行为 却被一位帅气的老师阻止 虽然骤川年纪轻轻就成为了教导主任 但在男主看来 他就是一个变态 因为骤川平时都是围绕六美来转 哪有老师这么在意一位学生的 然而今天的骤川却邀请男主来他的房间 这么快就要上演杰哥不要吗 男主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老师不仅靠得很近 而且有收藏品想让男主看看 不看还好 一看吓一跳 全是偷拍六美的照片 果然就是个变态 男主越想越不对劲 老师怎么连六美五岁时的照片都有 男主瞬间后背发凉 而老师也在这时开口 表示自己一直在背后保护着六美 因为六美的魅力太大了 为了不让可疑的家伙靠近他 我一直在保护着他 昨天有个高年级的学生老师搭讪六美 最后他不见棺材不落泪 因为你是六美重要的青梅竹马 所以我一直对你放任不管 但是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老师在说话的同时 一把暗奈已久的匕首抵在男主的脖子上 顿时男主发不出声音 脚也动不了 你可别怪我 这一切都是为了可爱的妹妹 就在老师准备动手时 一位身穿洋装的双马尾少女凭空出现 随着他按下手中的按钮 顷刻间白茫茫的一片笼罩整个房间 等老师反应过来时 房间只剩下他一个人 而男主醒过来时 映入眼帘的是六个头以及一个铁桶 原本就是射孔的男主 看到眼前的一幕差点吓得原地起飞 还好有六美这个熟悉的面孔在 经过他的介绍 这些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 这是双方姨姐 谢谢 然后这里是心臓兄姐 谢谢 谢谢 塩姨姐 最令男主吃惊的是 六美家是间谍家族 所以家里的事和家人 一直都对男主保密 瞒了男主十几年 现在说了出来终于舒畅了 看着六美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直到男主从桌面拿起一把手枪 还以为玩具枪的他差点就大结局 正遂男主三观的是 间谍跟小说和电影里不一样 是个很常见的工作 而且还有间谍周刊 翻开周刊 男主才知道周川老师 是六美家族的长子 夜英雄一郎 是间谍界的网红 在女性喜欢榜 和男性讨厌榜 常年霸榜低 一郎作为间谍 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智商 都是在家族里面最优秀的 不过就算是天才也会失误 过去他因失误害六美 受到了冰死的重伤 六美的白发 就是事故的压力留下的痕迹 自那以后出于自责 对六美过度保护 从日常生活 到人际关系都要干涉 他成为一个保护六美的怪物 男主之所以能够活这么久 完全是凭借了青梅竹马的身份 但现在由于有人告密 说有家伙想取六美的性命 所以一郎有了 可以正当处理男主的借口 说曹操曹操就到 一郎现在正好回到这个家 应该是为了对男主下杀手 能够阻止一郎的办法 只有以暴之暴 但过去认真打起来的胜率 即使五对一也只有30% 还有42%的概率 会有人受到半年才能痊愈的伤 以及25%的概率房子会整栋烧毁 男主听到有些慌 想和平解决 其实也有一定能够活下去的办法 那就是男主和六美结婚 原来叶英家唯一的规定 是禁止家人自相残杀 如果男主入坠的话 姓令就不用担心 一般结婚是要去登记之类的 但叶英家族的结婚 只需交换戒指 叶英家所有人戴着的 这枚英只纸环是一对的 只要将其中一只交给伴侣 就算婚姻成立 你就成为叶英家的一员 为了保护自己 能理解男主的痛苦 轻易地说出成为家人 这对男主来说实在太残忍了 闻听此言后 二任为这事理的问题道歉 既然如此 只好回归最初办法 大家合力痛揍一郎一顿 话音刚落 一郎帅气地坐在他们之间 果然霸气外露 众人惊慌不已 没想到星三在家里布置的重重机关 在他面前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为了保护未来妹夫 二任姐姐也是拼了 与他身体完全不服的怪力 瞬间提起一郎 然后开始转圈圈 接着狠狠地将他砸在地面 如果换了别人早就死了 奈何他是夜英雄一郎 不愧是最强 全场游刃有余丝毫不慌 你们的配合很不错 但是第一击之后的破绽太大了 手上的钢丝 就是一郎的专用武器钢蜘蛛 没办法 二任只好冲过去拖延时间 让六美趁机带男主一起逃走 面对密不透风的钢蜘蛛 二任用柔术一边防守一边靠近一郎 然而就在他即将够到目标时 一郎的手轻轻一拉 二任瞬间就被他五花大绑起来 情急之下 寺院选择留下 精通所有机械的他操控无人机来对付一郎 不到两分半 一郎就被无人机给包围 接下来无人机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奈何有烟雾伤 等烟幕散去 地面只剩下无人机的残骸 搞定了寺院 男主和六美被逼到死角 眼看无路可走 六美也只好去投怀送抱 连睫毛的根数都一样 如果只有他一人的话 一郎还真看不出来 但是给别人做的乔装还需要锻炼 否则就会暴露后面被乔装的本人 原来一郎发现眼前的男主是六美乔装的 竟然败露了 六美干脆卸下伪装 并拿出刀让一郎停手 男主透过奉信目睹了一切 眼看心爱的妹妹也拼命抵抗 一郎也妥协了 他表示可以放过男主 但相对的不会让六美再踏出家门一步 把学校 朋友 游戏 甚至恋爱全都毁掉 这变态程度已经不是保护了 而是控制 为了证明自己是多么爱六美的 一郎竟把六美的盗筒进自己的身体 看到哥哥疯狂到这地步 六美也只好想生活低头 然而就在这时 男主再也看不下去 从话里站了出来 其实男主理解一郎 因为和他一样 都是害怕失去重要的人 但是让想要守护的人 露出这样的表情绝对是错的 于是男主伸手让六美给他戒指 按照姐姐说的唯一办法去做 看着敢于面对过去的男主 顿时六美煽然泪下 并毫不犹豫把戒指扔给男主 可静在咫尺时 冷血的钢丝锁住男主的每一根手指 可让一郎没想到的是 男主不顾一切牢牢地握住戒指 任由钢丝无情地切割自己的肌肤 我说 六美 谢谢你一直保护着这么无药可救的我 就这样 在众人的围观下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一对新夫妻就此诞生 男人意外地发现 身为间谍的大舅子竟然想杀了自己 还好反应够快 差点就没命了 然而却被告知这只是间谍训练的一环 可大舅子的表情明显在骗人 结果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他就被迫做间谍的传统广播体操 然而就在这时 六美走了过来 眼前的一幕属世不堪入目 不过还好六美及时出现 否则男主就要被玩坏了 看了一下时间 大舅子突然告诉两人要逃脱了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原来男主家被安装了炸弹 为了安全起见 大舅子让男主上车再说明情况 由于男主跟六美的关系众所周知了 所以仇家从男主下手 而六美之所以会被盯上 那是因为六美是叶英一族的第十代当家 叶英家历代都有超乎常人的人才被处 不过在这当中 美代必定会有一位被称为当家的普通人出生 当家不像其他家人那样具备超乎常人的能力 但相对的 妻子四一定会被当作符合叶英家实力的超人来培养 并能完全继承有着叶英家才能的血脉 也就是所谓才能的隔代遗传 继承才能的当家 由具备才能的家人来守护与支持 也就是说身为当家的六美就是正统领袖 也同为叶英家的命脉 不过家人觉得家是根本无所谓 只希望六美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因此憎恨极度叶英家的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干掉六美 话音刚落 男主等人就遭到偷袭 还好这辆车是防弹的 总之先摆脱他们再说 可没曾想他们穷追不舍 还拿出重机枪 对着车就是一顿乱射 还好司机驾驶技术如行云流水完美闪堵 然而令男主万万没想到的是 司机是叶英家的一只猫 不过对方也是特种兵 很快就追了上来 原本大舅子不想动手了 但他们竟敢打扰到自己的用茶时间 于是准备给他们一点教训 通过刚才发生的事 大舅子想告诉男主的事 已成为叶英家的一员的你 也有守护六美的使命 所以从现在起 我会教导你间谍的基础 大舅子说完便掏出一把枪 让男主今天一整天 从刺客中守护六美 原来有个炸弹魔想炸死六美 就是早上爆破男主家的元凶 虽然他制作的炸弹很厉害 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他极度沉迷于SNS 他会把工作的内容和目标 甚至连过程都会全部贴上网 由于大舅子现在必须去救一大堆人质 所以男主要在他结束工作回来之前保护六美 得知炸弹魔会在学校里安装炸弹 男主仔细检查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生怕遗漏一个地方 一想到炸弹魔可能已经潜入学校里了 于是男主决定紧跟六美一天 然而就在这时 基友走了过来 给了男主一颗巧克力 由于过于专注炸弹的事 以至于男主忘记自己有严重射口 直到基友提醒 男主才后知后觉 然后他就晕了过去 等他睁开眼时 映入眼帘的是六美 由于保健室没开 两人来到大舅子的办公室休息 然而就在两人谈情说爱时 男主惊讶地发现 原来炸弹藏在房顶上 随着倒计时结束 顷刻间一声巨响震破天际 整个房间瞬间被火光吞噬 其实六美的哥哥姐姐们也来了 不过他们选择暗中观察 就算发生这么大的爆炸 他们也不担心 我们明明只是碰巧进入这个房间 男主瞬间恍然大悟 随后男主解开自己的外套 果然不出所料 炸弹磨打从一开始就全部设计好 故意放出预告让男主不敢离开六美 然后让自己变成杀死六美的炸弹 眼看时间所剩无几 而且出口被堵住了 情急之下 男主决定牺牲自己来保护六美 只见他直接从窗口跳了下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大舅子及时赶了回来 在救下男主的同时 也阻止了炸弹 因为炸弹是利用目标的体温进行充电 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启动 故事的最后 大舅子要将这枚炸弹物归原主 话音刚落 星三就扛着炸弹膜出现 眼看大家都在 六美质问他们为什么都来了 那是因为这是男主的首次任务 觉得很有趣就来了 这下子炸弹魔就糟糕了 就算他拼命求饶 但作为魅控的大舅子 岂能放过他 叶英家的特务训练 居然如此高强度 去冰箱拿水稍有不慎 就会触发机关导致爆炸 想要看的电视 居然要站在十米开外 用手枪来操控遥控器 明知饭里有毒也要忍痛吃下去 就连上个厕所 也要解锁十颗变化的密码 男主差点被这些考验折磨个半死 而这一切也都是他自己的决定 这天男主找到二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六美 他说到自己想要快速变得更强 而二任虽然很认可他的想法 可对于要快速变强的请求 二任却表示不可能 这次男主很是不敢 但二任看在他对六美 这份心意上 于是给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那就是让男主在夜莺家宅底里生活一个月 要是一个月你还能活着 那自己就将对你进行正式的训练 闻言男主激动地站了起来 可刚走一步就掉入了陷阱当中 对此二任表示 作为异能间谍家族 夜莺宅底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豪华大物 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布满了机关 在这里生活本身就是训练的一部分 如果连这些都克服不了的话 正式训练就更没得谈了 于是第二天起男主便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只是因为没有理会早晨的闹钟声 两鸟蛋过后 对此六妹很是心疼 自己时刻担心着会变成寡妇 在这里生活真的是委屈男主了 不过男主表示为了六妹 自己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此时的寺院提醒到男主 你要是能得到这座房子的认可 就能不让陷阱发动 这个房子的所有陷阱 都是由电脑统一管理的 你只要克服并通过所有机关陷阱 就会被认可为夜莺家的一员 也就在这时男主突然觉得肚子一阵巨痛 一旁的二人说到用餐也是训练的一管 为了培养抗毒性 除了六妹其他人的饭里都加了少量的毒药 从这以后 男主如同地狱般的日常拉开的训练 每天等着他的是不同家族成员的特训 想喝水 可以 但你必须像寺院一样拥有聪明的头脑 又或是像二人拥有极快的手速 否则一旦触发机关就会引来爆炸 想看电视 那就站在十米开外通过手枪来操控遥控器 以此锻炼射击能力 不仅如此 自己的身上每天还穿着夜莺家重达三十千克的特制短袖 而最让男主头疼的则是每次吃坏肚子后 想要上厕所都得破译一次时刻变化的密码 这下男主彻底是被玩坏了 可看着自己心爱的六妹 男主觉得自己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几周下来 男主已经逐渐习惯了夜莺家的某些陷阱 可就在这天用餐时 在男主喝下一杯牛奶后 他同以往一样想要拉肚子 可这次他却倒在了厕所门前 很快欺恶便为他做起了体检 只是因为太过疲劳引起的发烧 休息一阵子便会好起来 不过男主却表示自己没事 只剩下一周时间了 自己可以继续接受考验 而此时二任却直接击穿了他 这身体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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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からね 異常な成果の陰には 気付いていたんですか 異常な手段が必ずあるんだ 大方 シオンがデータを集め解析 怪我の治療や不眠不休用の劇 そして心臓の実践 薬処方はナナオの技術 そして傷を隠すための 堅固の疑惑技術 ナナオ あんたともある男が こんな自殺行為に手を貸すとは残念だよ ご、ごめんなさい 双葉お姉ちゃん 但男主说到 这都是自己请求大家帮助自己的 哪怕早一天 自己都想尽快成为 能够保护六美的男人 文言二任直接给了男主一手刀 他表示如果连自己都不会珍惜 那又怎么可能学会珍惜別人 你那么想要保护六美 就要知道忍耐不超捷径 也是訓練的一環 可虽然嘴上这么说 二任还是将自己 整理好的笔记交给了男主 或许在此刻他心里早已认可了自己这个傻妹夫 普通あんなに自分を追い詰めたら 体の前に心が限界を超える あの子を支えているのは 才能や努力なんて生優しいものじゃない 気持ちだ 狂気にも近い 六美への愛 ほらほら どうだい 六美 零炭凄い もしかしたらあの子は 私が思う以上に 六美を守るのに ふさわしい存在にな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ね 而很快恢复好的男主 成功打开了厕所的门 通过了最后一个考验 所有人都发自内心的替他感到高兴 この程度で胴上げとはな 素直じゃないね みんなありがとう 安心しな 指輪の特殊合金が この家の電磁波に反応してるだけさね つまり この家があんたを夜桜の一員として認めたのさ 一ヶ月お疲れ様 これからは夜桜の一人として しっかり鍛えてあげるから はい トラップのアイドも ノーマルからベリハに変更 太陽 早速この100キロTシャツに着替えてもらおうか 太陽 ファイトだよ ファイト 太陽 从他经历了夜音家的地域訓練後 自己的身体素质競变得如此之強 不仅能轻松接住从身后飛来的棒球 甚至随意丢的力道 都让教練跪求男主加入国家队 若不是六美提醒 男主都没有发现自己早已超乎常人 就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 他都会下意识地隐藏气息和脚 这也让同学们在背地里意买 都在说男主是古老人者家族后裔之类 但其实一切都是因为男主取了个间谍老人 而且还是间谍家族的家主 身为家主的六美 平时都会处理夜音家的行政工作 上面全都是不动产 融资 股票投资等重要内容 好在现在他有男主帮忙 工作算是轻松了许多 不久后两人来到了贤武的房间 与六美堆满文件的房间不同 这个房间里摆满堆积如山的衣服 原来刚才六美在处理文件时 发现对方提交的报告缺少了资料 而且这已经不是贤武第一次这样 对于他这个散漫的态度 六美决定要给他一点点教训 话音刚落 整个夜音家就开始发生改变 不仅各种出口被完全封禁 甚至外围还升起了一道道高级 随后两人便开始寻找闲无所在 他们首先去了寺院姐姐房间 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发现贤武的声音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二任大姐这里 想到吵醒二任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 两人只好先去下一个地方 紧接着是七恶的房间 此刻他正在做生化实验 表示贤武不可能在这里 最后连小狗哥利亚的房间 以及胸衣狼痛目都彻底找了一遍 结果都没找到贤武的声音 男主怀疑对方已经跑出这个屋子 可六美却表示没人能逃出冬眠系统 没等他继续多醒 身后寺院的声音就传来 几人询问六美和男主在干嘛 遇到的人都是贤武假扮的 更离谱的是 贤武此刻其实就在他们身后 嘲笑了两人之后 他便直接逃跑 原来刚才六美就发现贤武假扮了男主 缘影有二 一是自己只要不解除冬眠 那么贤武就必定没法跑出去 二是男主每次开门的时候 都一定会让自己先进去的 六美表示贤武的变装技术毫无破绽 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妻的习惯 他还需要观察更多 之后两人从衣服山里找到了资料 同时贤武也表示可以教导男主变装技术 就是变装的时候 差点让六美误会男主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隔天 男主吃着六美亲手做的咖喱粉 亲手做的饭不仅爱心加倍 就连下的毒药也是双倍 就在这时 客厅的电话响起 这是叶音家的内部电话 而来电的正式新三 梁南新三哥哥是一个武器专家 在执行任务中 敌人的数量出乎意料的多 结果就是武器全用完了人都没死 而身为武器专家的新三一旦失去武器 就会变成超级懦弱的社会性格 男主听完也是服了 也真亏他能当那么久 间谍不出事 但现在人手不足 在六美的提议下 男主开始了间谍家族的第一个正式任务 虽说如此 其实内容也只是把武器送到新三的手 而六美本人则是留在大北 他负责一边安慰新三 一边为男主导航 很快男主便进入了室内 可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还没潜入两分半 他就被黑帮小弟给发现了 不过男主也是久经训练的人了 他按照新三曾经的教导 瞬间往后用腋下固定住枪和手段 紧接着就是对着后方一个肘击 敌人一下子就被一连套操作击晕 可反击的动静却引来了更多的人 opened 想要 onto 政治香 精撃 二板 大 是 深 大 嘛 早 night 虜 LP5の弾幕が降らせるか 太陽 心臓兄さん 無事でよかった これ 無罪に頼まれたジェ この鉄と真鍮と硝煙の匂い 艶とグリップのざらつき フロットサイトの手工 そろそろ撤収しませんか いたぞ 一瞬で 拿到武器的心三完全判若两人 他让男主拿着这次的任务 这是黑帮制造尾超的模板 随后在心三的带领下 两人轻松地突破了一道道的防线 不想就在这时 男主被一发远处地狙击击残伤大队 等心三看见敌人 才发现对方也是同属间谍的一员 他并没有取掉两人性命的打算 而是专门打了男主大队 以此威胁心三吐出叶英家的情报 噂より話が通じるようだな 何より武器が大事なお兄ちゃんも 武器より大事なもののためなら あっさり手放しちゃう でも それじゃ 肝心の大事なものすら守れない だから だから 何としても持たせてあげて 到底武器とは言えない 心臓兄ちゃんの手に馴染む全ての もので 武器が強力な武器に変わる バケモノミ 另一边 一个神秘人物正在执行任务 对话中得知此人似乎也是一个间谍 但糟糕的是 他手机中的下一个任务目标正是男主 就连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男主都要随时提防超音速的粉笔攻击 原来今天的课程老师 居然是叶英家的大舅子兄姨郎 他用粉笔不停地敲打黑板 这是在用摩斯密码与男主交流 表示一切都是为了让对方随时能维持清醒状态 此时男主已经好几天没睡觉 六妹也十分心疼男主 不断用摩斯密码痛骂兄姨郎 三人就这样若无其事地在课堂上戳戳戳 好家伙 都不用上课了是吧 更离谱的是 为了让男主睡着 兄姨郎拿出一颗绿色小药丸 紧接着就往桌面上用力一拍 顿时整个教室都被白色烟雾笼罩 烟雾散去后所有同学都睡着了 唯独六妹下意识地戴上了防毒面具 没受影响 原来这是叶英家七恶特制的安眠药丸 就连出具毒物抗性的男主也低下了头 本以为他已经睡死过去 不曾想救在粉笔马上要击中的那一刻 男主及时用电击枪挡住了攻击 六妹见状还以为男主扛过了安眠药 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男主已经是睡着的状态 兄姨郎也笑了 他清楚这就是所谓的半觉醒状态 于是他丢出了更多的粉笔 这或怕是借着训练的名义 想要解决掉自己的这个妹夫 隔天男主休息 此时他一脸严肃地看着一本间谍杂志 里面的内容是给间谍行业的温馨提醒 这一行的工作相当繁重 要注意不要因为工作而冷落了半夜 根据调查间谍夫妻的离婚率高达九成 男主见状立马就慌了 于是六妹过来后 他当即就想邀请对方去约会 然而话还没说完 桌子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给男主打电话的是一个神秘人 他表示现在有任务 让男主去一趟 原来来电的人是新出场的任务 就在两天之前 男主夜跑时遇到了一个可疑的长发男 他一下子就说出了男主的名字 表示自己是市警署的警官圣夫 并且让男主跟他走一趟 等到了警察局 男主就被带到了一个小黑屋 对方给他展示了 之前潜入制药厂的照片 圣司警官对男主提出了几个指控 马路追逐战斗 甚至连学校都炸了 非法持有枪械 非法闯入私有领地 他把最近发生的一切 都推给男主背锅 圣司警官做这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让男主 说出背后的组织 因为警察完全查不到 除男主之外的其他人 然而男主又怎么会出卖叶英家 先不说他自己老婆就是家主 更别说如今 他已经和叶英家兄弟有了羁绊 不曾想胜司警官见问话不成 直接就在他面前倒了杯水 水でも飲んで ゆっくり考えろ え、え、明らかに何か入れたような 自白剤? ん? まあいや これは 身体に ミネラル? 嘘が雑 いいから飲め だから俺は 何も知らない そうか 男主这才发现了不对 仔细一看旁边的垃圾袋 还诡异地流出了血液 圣司警官表示那是万恶的罪犯 是我制裁了他 那么又能扛住几锤呢 圣司掐住男主后 甚至用同学威胁他 关键时候男主发现了不对劲 房间内居然存在胸一郎的死线 于是他再次拒绝说出情报 果然等一锤锤空之后 墙后出现的正式胸一郎 原来他和圣司是一伙的 这个看着很不靠谱的警官也是真警官 的确不过是为了试探男主的手段 同时也是为了介绍男主给圣司认识 而且叶英家其实和官方私底下有合作 他们会帮叶英家掩盖出任务后的情报 相对的叶英家也会帮忙做事 正好男主就可以当一个任劳任怨的打疯人 回到现在 圣司警官给男主电话 是为了让他出一次任务 随后他就来到了一个游乐园 而他这次的任务目标 是一对非法持有撕造枪的情侣 除了情侣之外 就没有任何其他情报了 无奈男主只好观察附近可疑的人 结果定睛一看之后 发现孤零零的自己才是最为可疑的那种 就在这时 一个意料不到的人出现在男主面前 原来六美从圣司警官那边得知了任务的事 他想着游乐园这种地方两个人更自然 于是便跟了过来 等两人再次开始观察之后 才发现这个游乐场真的什么情侣都有 先是一对非主流情侣 男主二人尾随他们去了过山车 同时他们前面还有一对秀恩爱组合 而非主流情侣则是在最前方 所有人都玩得挺开心的 唯独男主竟然在上面睡着了 经历过间谍训练的 他竟觉得过山车的摇晃很舒服 一不小心就睡了过去 之后他们也发现 那对非主流情侣只是外貌有些特别 实际上和普通的情侣也没什么不同的 于是他们去调查第二对情侣 他们两人都是壮汉 也是一看就很可疑的类型 没想到唯一的收获只有狗粮 而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最后他们跟着一对西装情侣去了商店 不过等进去之后 他们却跟丢了对方 只有刚才的秀恩爱组合在这里 临走时男主看着店里的玫瑰想到了什么 两分半后 男主是在咖啡店这找到了那一对西装情侣 那我拿到一杯 那我拿到一杯 那么你的意思 你把东西看着你 那我看着你的东西 什么东西 特注的东西 特注的东西 无论 我吗 那你 是 人生的手指刀 我和你生了 我和你 我认为 男主也是服了 自己跟踪了一天 没想到不仅找不到罪犯 而且也没让六美玩得开心 何やってんだろう 俺 せめて一回くらい 睦みをちゃんと喜ばせたい ふざけんじゃないわよ ずっと店員の女見てたでしょ はあ見てねえし お前こそスタッフの男に色目使ってんじゃねえ 使ってねえよハーゲ だとブス うざいくらい仲良かったのに さあく愛想が尽きたぜ こっちのセリフだこれ 人生のお天ごとは サクマ賞美 名前入り 特注の銃 こんなのと付き合った俺がバカだっため 逃げろ 太陽 沒想到最正常的秀恩愛 总和才是最凡 男主立马躲在桌下 然而两人的枪战好巧不巧 打中了男主的雷龜 最終秀恩愛組合被逮捕 而在六美的邀请下 男主也和他坐上了摩天輪 不过他很好奇六美最后为什么想搭这个 六美文言突然支支吾吾的害羞起来 原来这个论院有个传闻 只要在摩天輪一起欣赏了夕阳的情侣 以后都会幸福快乐的在一起 そういうことだったのか あのさ 六美 これ 銃撃戦でこうなっちゃったけど 鼻は悪くないし 捨てるのも可哀想で いつものお礼に 今日くらい六美を楽しませたかったけど 結局俺 なんもできなくて 無罪 無罪 太陽ってこういうことしないタイプだと思ってたから ちょっと驚いたっていうか 嬉しいよ ありがとう 俺の方 只要是一件钟情的男人 他都会先用间谍技术跟踪对方 最后在其身上插上爱的毒针 而此刻他盯上的目标 正是刚在间谍世界展露头角的男主 自从他摧毁制药工厂之后 甚至有人用十万美金悬赏男主的人口 不过就像上面说的 女孩盯上男主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爱 更搞笑的就是 他为了独占男主 还会特意解决掉其他为赏金而来的杀手 男主见状也是服了 这真说不准是幸运还是倒霉 作为宠妻狂魔的男主明白一切好 当即就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有未婚妻了 因此不能接受你的爱 也不会被你轻易杀掉 但两人怎么也没想到 粉毛能找到他们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间谍界想瞒过兄弟郎的耳目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他是袭击叶英家的人 于是粉毛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上了兄弟郎 太阳 好きにしていいぞ 三女の無罪に危害を加えないことを条件に 黙認してもらえ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あの野郎 ついでに大王様のあんなデータやこんなデータを 閲覧させてもらえないか 頼んでみたところ あー カプテル見ていいぞ アクセスコードをいただいちゃいました あのクソ野郎 粉毛说完后并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表示期待之后与男主的相亡 果然没过多久 男主的班级就来了转校生 而这个人正是粉毛 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个可爱的女孩 唯独男主深感不妙 下一秒 粉毛就表演了一个原地摔跤 同时还丢出了致命的非真 于是男主与病交跟踪狂的战争就此打醒 比如拉开椅子会发现满是毒针的陷阱 又比如体育课上被动了手脚的篮球 就连上课和吃饭 男主都要时刻警惕着粉毛的偷袭 好在他现在早已超乎常人 就算粉毛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成功暗杀 最终粉毛也终于被玩坏了 于是他不顾一切地用出了大招 这是他的密集人偶毒针 凡是被刺中的人 都会成为他的忠实仆人 危机时刻 六美出现拦在男主面前 不想救在这时 之前被打晕的杀手出现 但他这次的目标是坏他好事的粉毛 千军一发之际 六美把对方扑倒躲开子弹 同时男主正开了束骨 随后用电击枪把杀手击败 怎么办 太阳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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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之后 粉毛的画风就变了 他一直黏在六美的身边 而对于六美来说 粉毛就像是女版的兄弟郎 因为他们同样变态 当然粉毛还没放弃男主 他表示还会找机会干掉对方 然后和心爱的六美相亲相爱 这时男主的电话响起 来电的正是寺院姐姐 等回到家后 他就和六美来到了他的游戏房 原来寺院姐姐时不时都会找人一起打游戏 上一个受害者是连续通宵五天的新三哥 而给男主玩的 是一款由寺院姐姐亲属制作 并且魔改马里奥的游戏 然而男主此时并不知道 这并非是简简单单的游戏而已 随着游戏的进行 男主不断打败凶义狼样貌的小怪 游戏难度也很简单 打败数个小怪之后 他们遇到了凶义狼排的火车头 现在只要将他打败 就能成功通关游戏 在努力了两分半之后 他们成功把凶义狼干翻 与此同时 玩的不仅仅是游戏 原来寺院会把黑客的工作 制作成游戏再通关 同时这也是没有任何存档和重来的游戏 一旦刚才输掉游戏 现实中列车的无辜民众都会因此生亡 很快他们又开始了第二个游戏 一群恐怖分子驾驶着飞机闯进火力发电站 政府把害尽系统的任务交给了夜莹家 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他们的游戏就正式开始了 游戏目标是在敌人入侵后方蓝色区域之前 把所有敌人打倒就算通关 干架之前 寺院姐姐把一瓶复活药交给了男主 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对付这次的目标 只见一条绿色飞龙翱翔在天空 身边同样是刚才那样的凶一郎小怪 寺院姐姐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大部分的凶一郎 另一边的男主还是没掌握好操控方法 见状寺院也捕操对方没有游戏天赋 可歪打正着的 男主竟然进入了一个未知区域 更离谱的是 他走着走着人物就变成了无敌状态 虽然听起来很强 但其实对现状并没有太多作用 最后还是由寺院一个人干掉飞龙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上空突然又出现了无数小飞龙 与此同时的现实世界里 无数无人激励于发电站的上空 这是政府都没提供过的情报 寺院表示以敌人的数量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正当寺院打算联系星三使用后手时 男主却想到了一个主意 只见刚才被打败的飞龙再次复活过来 随后在男主和寺院的命令下 飞龙喷出致命的吐息 转眼间大量无人机被击落在地 而现实里原本失控的飞机 竟被两人操控用意对付敌人 原来男主把一开始的复活药 用在了飞龙身上 因此才能借此操控飞龙 可即便是这样 还是有几个漏网之鱼闯了过去 好在关键时候 一个神秘人物出现救场 原来他就是白天暗杀男主的粉猫 他本打算通过胸衣郎提供的密码 潜入夜鹰家夺取更多男主情报 好巧不巧就遇到了他们正在执行任务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他也帮忙击败了漏网之鱼 于是本次任务圆满解决 但男主不知道的是 今天仅仅是开始 等三天后六美再次来到房间 就见到自己的未婚夫被寺院姐姐榨干 自从加入夜鹰家后 男主就越发不似人类 就连负重训练都能扛起500公斤的负重 也是在这时 令男主重伤的契机出现 七恶在电话里请求男主帮助 原来他在潜入某处研究所时 竟在这里发现了生物兵器 这颗小小的细菌炸弹只要炸裂开来 半径十几公里内的生物都会死 这种物品带出去也十分危险 于是七恶决定吃掉它 男主见状也惊呆了 这实在是够合理的 直到七恶解释男主才明白鬼 原来弟弟的身体有着超乎常人的抗抗性 甚至能做到分解毒药 分解这种细菌大约需要三个小时 但糟糕的就是 使用这个能力会变得非常想睡觉 于是他只能依靠男主回收自己 所以才联系上他 睡觉之前他把所在地告知男主 很快男主便来到了这个研究所 刚进入这里他就发现了奇怪的敌人 附近倒下的护卫似乎并不是七恶下的手 还没等他多想 身后便有敌人瞄准了他 危机关头 一把连家突然出现救下男主 随之出现的是两个神秘青年 而且他们还知道男主业鹰家间谍的身体 见对方似乎没有敌 男主也放下了手中的枪 但奇怪的是 在这种场合里 绿毛居然一本正经的离开闭云天 原来两人是政府直属的间谍组织出局 也就是公务员间谍 绿毛名为苍翠 而另一人则是副手王牙 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瘫痪此处设施 男主也在夜鹰家听说过这个组织 于是便对他们放下了戒备 并且决定和他们一起行动 等来到了欺恶所在的研究室 男主第一时间查看对方的状态 见弟弟没事他也松了口气 不想救在这时 不久前曾救下他的连加进攻向自己 好在男主反应过来 及时挡下了攻击 原来除菊的目标 竟也包括杀掉弟弟 他们监视研究所的时候 也监听到了两人的通话 为了百分百保证生物兵器不被激发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欺恶除掉 就在沧翠准备动手时 欺恶在这关键时候醒了过来 并且表示细菌病毒已经成功分解 而这个提前贴在身上的测试试纸便是证据 沧翠仔细观察后确认属实 既然毒素已经解除 那么任务就算完成了 他向欺恶要来试纸当作任务报告 同时他也给欺恶递上了止血药 让对方给男主进行治疗 临走时 他还不忘嘲讽男主的天真 等男主恢复过来 他就被凶义狼抓住挽起捆倒 一切都是因为之前的事被登上了间谍杂志 凶义狼借着给叶英家丢脸 专门抓住男主进行惩罚 不过杂志上更多的 其实是对凶义狼本人的不满 好在欺恶和六美及时出现 男主才没有继续受罪 不过他还是十分自责 毕竟确实是因为自己的弱小 让欺恶差点就死在那个地方 隔篇 蒼翠就在地铁上发现了男主 在蒼翠看来 他那别脚的跟踪技术 就跟电灯泡一样显眼 原来凶义狼昨天说的喜刷无名 就是让男主去跟踪除菊的人 等哪天能不被发现 男主也就变强了 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一名 不过蒼翠又怎么会乖乖佩服呢 要跟踪我的前提 先得能跟得上我的速度 这是除菊的专用步法踏花 可以不发出任何声响 并进行高速一等 十分适合间谍工作的潜入和跟踪 也能运用在战斗里面 蒼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对男主来说 就连跟上他都十分困难 第二天上午 男主继续今天的跟踪 这次是在列车的车顶上 然而不出所量 他的衣服再次被仓脆斩碎 第三天中午 一座摩天大楼上 男主倒挂在墙壁之上 但更离谱的是上面那两人 居然依靠刀身 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并且在这种状态下吃午饭 同样今天男主也被斩碎衣服 很快到了第七天 男主如今已经能跟踪到傍晚 才被发现 当然被发现的下场可想而知 那就是再次变成暴露狂 但奇怪的是 这次男主居然保住了裤子 一旁的王牙健壮 还嘲笑苍翠 其结局就是和男主一起 变成暴露狂 到了晚上 七恶到处都找不到男主的身影 于是他来到厨房找兄弟郎 竟意外发现男主被对方当成真板用 原来男主回来时就晕在门口 被兄弟郎大哥捡了回来 七恶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对方要乱来到这种地点 对此男主表示 自己面对强大敌人时完全束手无策 结果就是连弟弟都保护不了 有个那么弱小又丢脸的哥哥 你也会觉得讨厌吧 然而七恶却不这么认为 对方不管任何时候都会挺身而出 这样的哥哥又怎么会丢脸呢 跟踪苍翠的第十天 这天男主直到晚上才被发现 对于这种倔强的家伙 苍翠这次决定给他一点教训 終わらせてあげよう これ以上無駄な努力を重ねる前に 捕らえられた 何度も受けたから 身体が覚えた 斬撃は全身に広がる デレド 処分は必ず身体の中心を打つ 見えないし反応もできない でも情報があれば備えられる たとえ勝てなくても 喰らいつくことはできる 见对方接住自己一刀 苍翠也终于明白为何叶音家会接受这个如此弱小的人 随后他让一旁隐藏的网牙给男主进行简单的治疗 不过在临走前 他表示男主只是看穿了自己的习惯 而不是他所使用的刀法 不过能看穿习惯也代表着拥有资质 这点他对男主稍微有点改观 成为间谍后的自己 也会有男扮女装的那一天 一切都是为了执行一次潜入任务 而这次他监视的目标 竟是一个变态政客 然而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看似不太正经的政客 居然说出了令他无比震惊的消息 数年前那场令他家人身亡的车祸 居然不是单纯的意外 而这次看似简单的潜入任务 是隶属官方的谍报组织厨局 委托叶英家执行的 但此刻的男主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睹 他们来到官方的内阁大楼前 而大名鼎鼎的厨局 正是这座气派大楼 一旁的那座小小咖啡馆 等几人进去咖啡馆后 苍翠给老板说出了街头暗号 给我来三杯厨局超级好喝豪华 巨大克制超级咖啡那里 没想到这暗号也是够离谱的 等店长按了一大堆按钮后 三人所在的地板竟瞬间掉落 直到苍翠解释 男主才知道这个暗中活动的官方谍报机关 竟在三百尺之下的地底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 没想到进入基地的这段路 还安放了无数的机关陷阱 苍翠把这称之为防盗机关和训练用设施 男主见状差点以为自己小命就到此为止 本好不容易到达了地底 男主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最后居然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铁球陷阱 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一个眼罩女出现一拳就打碎了铁拳 没想到怪力女正是雏菊的老大 而六美和雏菊会面的目的 居然是为了一顿下午茶 刚才男主路上一直背着的大背包 里面全都是六美带过来的甜点 原来领除了雏菊首领的身份之外 还是凶一郎大哥的同班同学 所以双方一直以来都有合作 不过领和凶一郎之间的关系 只能用糟糕形容 单单是提起凶一郎的名字 都会让吃货里没了食欲 不过喜爱六美这一点 他们两个人倒是没什么区别 这样看来六美简直就是团宠级别的存在 就在几人交谈间 基地的墙壁突然被炸开 从烟雾里出现的人正是凶一郎 仇人见面分外有 凶一郎来这就是不想让领和六美接触 于是两个超级战力的大战一触即发 先是凶一郎祭出成名武器钢之珠 然而身为厨居首领的领也不简单 居然以肉身之力一拳就打断撕陷 接下来的战斗外人根本无法插足 周围的设施不断被破坏 就连苍翠也没有丝毫半 六美见状明白只有自己可以阻止两人 于是他来到了两人中间 可此时他们的攻击根本来不及停下 好在这时男主及时摁下六美 而他自己则是扛下这一击 二人とも これ以上みんなに迷惑かけたら 二度と口聞いてあげない ごめん許してむつみ しかしこいつ意外と根性あるじゃん ねえ言った通りでしょ 私の旦那さんだも 原来这次的会面 也不单单是为了举办下午茶 零想让男主帮他们一件事 那就是去调查一位知名政客 表面上他是一个为民众办事的政治家 提出了许多对人民友好的政策 但背地里他却雇佣了民间间谍三胞胎红蓝黄 身上优秀政绩的背后有着无数触目惊心的恶心 一切都是为了不择手段的往上爬了 此刻他们正要为了下一期的总选举行动 更糟糕的就是 从地下世界获得的情报里 他们购买了威力强大的炸弹 但其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连除菊也无从得知 然而身为官方机构的除菊 却不方便出手打探政客的情报 这也是这次为何找上叶英家的原因 作为平民出身的男主 他的身份更不容易被试过 两天半后 男主已经成功地潜入了黑白河打 对此男主心里只有无语 不想就在这时 原本正常举办的拉票 竟突然出现了闹事的民众 他们反对黑白河的政绩 于是来到现场闹事 但黑白河的支持者也不少 双方一下子就开始混战 然而这时却出现了意外 现场的设施进骨了下来 眼看马上就要砸到反对者脸上 下一秒黑白河进不顾自身安危 下音箱 在众人面前他说了许多的漂亮话 这一幕也被媒体和群众看在眼 直到他上了救护车之后 才露出了真正面目 刚才的伤势和被救下的民众 原来都是他安排的戏 假扮民众的正是黑白河的手下拦哼 而这一场作秀也成功地提高了支持率 等媒体的新闻播出 他的支持率就会达到巅峰 而他们所说的一切 都被藏在床底的女主听见 确定黑白河不是什么好人之后 男主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犯罪证据 可奇怪的就是 即便男主24小时都在他们身边 他都完全找不到关于他们犯罪的证据 不仅如此 在这期间他们还不断地犯下恶行 但男主就是找不到证据 甚至连他们的交谈都没有刻意避开男主 唯一奇怪的就是他们特别喜欢跳舞 就在男主迷茫之时 他却突然发现了盲点 明明他们特别喜欢跳舞 但是表现出来的节奏感却很不协调 想到这男主发现了什么 等仔细一看 才发现他们原来一直以来 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用动作交流 而跳舞的节拍其实都是摩斯绿码 隔天黑白河邀请了许多政客齐军 男主也得知了他们的目的 来到这里的人 都是黑白河的顽强正敌 而聚集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用炸弹将他们一次性解决 当然为了消除嫌疑 黑白河本人也出现在现场 不过他早已提前准备好应对方案 今天死的人 唯有站在对立内的敌人 就在他按下起爆装置后 巨大的爆炸声竟从室外传来 原来就算男主得到了情报 也来不及解除炸弹 无奈只好把炸弹放在水池地里 以此来减少爆炸的威力 然而就在他放松之时 黑白河竟看穿了男主的真正身份 而且他从来都会做两手准备 这座大楼里竟然还有第二颗炸弹 夜鹰出品避暑精品 这些泡沫都是夜鹰新三哥哥制作的防震衣 而男主也在这时战起 原来他刚才不过是用血浆球夹死 直到这时黑白河还以为自己有胜算 毕竟他这一方可是四对一啊 但黑白河并不知道 当男主搜集到证据之后 他并非是一个人战斗 只是瞬间 苍翠便摧毁敌人所有武器 红蓝黄剑状立即就逃跑 只留下了黑白河一员 而这次的任务也圆满结束 最后苍翠负责处理现场后续 男主则是护送黑白河回到出局 然而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的黑白河竟说出了不得了的情报 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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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光 人下人生不 extreme 家族是即死力了 生活了 是说成他们唯一托 当时有rons发生 College的 人的手永远所能发生 但只能在面上 男主的身世似乎隐藏着更深的迷雾 而掌握真相的人正是政客黑白河 但男主万万没想到 政客仅仅是他表面上的身份 只见他没有任何动作 身上的束缚带却诡异地断开 随后他把耳石丢向地面 下一秒 整个押送车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关键时候男主只来得及救下司机 黑白河则是趁机逃走了 直到苍翠打来电话 男主才知道黑白河的真实身份竟是见底 并且他不是普通的见底 而是五六年前早已死去的传奇特务黑炎 他伪装成为政客的目的 都是为了以这个身份接近官方高层 然后在骚乱中将其掉包 他的目标最开始就是二把手副总理 好在最开始苍翠就留了个心眼 他在黑炎的身上安放了定位装置 而男主的任务 就是从黑炎手中救下副总理 两小时半后 黑炎在绑架现场开启直播 就连大街上的屏幕都被他飞掉 他把这场直播称之为记者会 并且给了副总理两个选择 一是在所有人面前说出真相 从而社会性死亡 二是拒绝说出真相选择生理性死亡 而副总理选了后者 就在即将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外界的直播画面竟突然消失 原来直播用的手机被打坏 而出现在这的人 正是跟踪而来的男主 但黑炎对他的出现似乎并不意外 就算被男主用枪指着也毫不慌张 黑炎十分从容地说出了男主武器的情报 聂英家特制电击枪八重 其威力以及范围会随功率成正比扩大 也就是说以现在我们相隔的距离 电击的威力会让我和副总理同时死去 他笃定男主不会这么做 同时他瞄准电击枪将其打落 在这一瞬间 男主回想起二刃的教导 对方攻击后的那一瞬便是反击的信号 要以最快的速度与敌人拉近距离 下一秒 男主使出了叶英家二刃格斗术垂柳之手 可原本体格差越大就越能发挥效果的格斗术 居然被对方用一种特殊技巧破解 一时间男主被压在地上无法动弹 原本他还能用暗藏的钢丝托克 可黑炎竟连这招后手都看穿了 他似乎很熟悉叶英家常用的战术 见男主十分疑惑 黑炎也说出了自己的客场 他表示自己对情报收集瑞之一二 毕竟对间谍来说情报就是生命 不过单纯收集情报只是二流货色 一流的间谍会利用情报应战 甚至学会各种招式的应对方法 解释完这一切后 他也说出了这次绑架的真正目标 那便是为家人复仇 曾经的他是政客的走狗 替他们做着各种见不得光的事情 可相比于间谍身份的冷酷 回到家后的黑炎完全是两幅面临 在女儿面前他是个十分秀逗的父亲 女儿是他唯一的亲人 然而就在给女儿过生日这一天 竟有人把炸弹伪装成礼物寄了过来 这起爆炸让黑炎失去了女儿 自己则是侥幸活了下来 他清楚这是为了灭口 虽然自己也并非是什么好人 但看着死去的女儿 他发誓要让幕后黑手知道 比他为敌到底意味着什么 之后的数年间 他伪装成心狠手辣的政客 不断地铲出政敌 而这些人每一个都是杀害女儿的元凶 最终只剩下副总理一人 只要将他解决 女儿的仇也就爆了 他说那么多 都是因为男主与他同样失去了家人 若是你愿意就此退走 那么我就告知你家人的情报 然而男主却直接拒绝了黑炎 虽然他确实很想知道家人的真相 但如今更重要的是和家人同样重要的叶英家 不管对方谁错谁对 他都要阻止副总理被杀害 话音刚落 苍翠便出现在男主身旁 整个地面被他破开 刚才出现的红蓝黄三胞胎 全都掉落到底层 他们由苍翠独自解决 黑炎则是由男主负责 然而在老牌间谍的面前 男主的实力还是有待提升 对方一眼就看穿了武器的机关 星三特制战术刀 凹槽内图有欺恶开发的麻醉 下一秒黑炎将匕首刺入男主腹部 而男主也因此无法动弹 与男主不同 另一边的苍翠即使一对三也丝毫不慌 面对三胞胎的合力一击 他使出出局的专用移动树踏滑 同时配合自身剑术硬帝 轻松解决三胞胎后 苍翠本想立即支援男主 不想就在这时 一股可怕的气息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可回过头来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而男主这边 他此刻竟和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 原来他服下了牙齿内的解决药 恢复行动力后 他再次发起了攻势 而看到男主行动的一瞬间 黑炎已经在脑海中分析出 对方可能会使出的九种攻击方式 不管是任何一种他都能引领 原来匈医郎早就教导过男主 如何应对熟知情报的敌人 那就是反过来利用情报 使出别人完全不知道的攻击方式 意外出现的攻击会让人变得迟动 至于用什么方法 那就是由你去决定 我认为你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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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炎也服输了 对于眼前有着相似过去的南海 他表示会说出男主父母的真相 说话的同时 他暗中把一张纸条交给了男主 下一秒 他就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子弹击穿红 男主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面 他实在不明白这时从哪里的设计 明明这里是封闭的室内 究竟是谁为了灭口杀掉他 而苍翠也跟着暗中的气息来到这 可就算是苍翠 也不知道刺客是谁 但所有人都没发现 刚才黑炎把一张纸条交给了男主 他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被灭空 男主的身世似乎并不简单 两小时半后 男主按着纸条的指示来到了一处悬崖 这里是黑炎埋葬女儿的地方 因为他想让女儿待在最爱的海边 他希望男主带上女儿最喜欢的白板河败迹 然后在那棵树洞之中 有你最想要知道的东西 就在执行黑板河任务之后 男主获得了关于父母死人的情报 但他却不敢打开这个装有情报的盒 直到六美来到身边 男主才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表示很害怕 害怕自己知道真相之后 会变成黑板河那种为父仇不顾一切的 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有一瞬间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杀死家人的仇人就在自己眼前 说不定自己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他对为家人复仇的黑板河产生了同理性 所以男主很害怕打开盒子 害怕自己会变成指挥复仇的怪物 六美听完这一切后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轻轻地吻了男主的脸颊 在他看来 不管男主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不会离开对方 在六美的不力下 他们终于打开了盒子 而里面的东西 居然只是一颗小小的圆球 这时匈医郎的声音出现 他解释这是保存光学数据的圆球 不过匈医郎在意的并不是圆球 而是刚才六美亲的那一口 这个妹控看到那一幕都气孔流血 差点就失控把自己妹夫干掉 好在领及时出现拦住了他 等回到家后 男主意外发现叶英家来了新的成员 那就是之前要暗杀男主的粉毛 原来自从粉毛迷上男主负气之后 六美就邀请对方来叶英家当女 顺便还能给男主训练躲避暗杀的技巧 这时寺院姐姐也出现 他打算帮男主解析那个光学圆球 不过因为圆球比较老旧的原因 解析需要花上一段时间 之后男主又过上了不断出任务的日常 每天回到家都很累 六美见状打算给他泡茶 可兄弟郎的抄西有茶叶却喝完了 听到这个让男主升起了某个想法 隔天六美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男主最近经常早出晚归 而且电话还有自己不知道的陌生人来电 原本他也没多想什么 可粉毛却表示男主的种种迹象 都是即将出轨的征兆 每天早出晚归 手机定位也会故意关掉 然后经常没有理由的分开行动 甚至我跟过去了还要逃牌 这绝对是出轨了呀 不过这也只有粉毛着急 六美对男主还是十分信任的 第二天他就和男主一起遛狗 但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小狗格利亚居然是怪物一样的存在 原本小小的体型只是瞬间就变大了数倍 直到六美解释 男主才知道格利亚从六美高祖母那代 就开始服务于叶英家 格利亚可以说是老祖级别的妖怪狗 唯有叶英家当家能获得他的认可 之后他们就开始遛狗了 不过六狗还是六人这一边还有待商权 之后男主也见识了格利亚的厉害 陆路水路还是垂直高楼都是遛狗的地方 男孩怎么也没想到 在叶英家就连六狗都是个要命动物 这只狗不仅速度能追得上高铁 甚至能踏水而行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垂直的高楼他也能像平地一样跑上去 两小时半后 格利亚终于活动完更 就在这时几个小孩走过来 他们都想和格利亚玩耍 不想就在这时 格利亚却发现了危险 小孩手上的气球 居然安装着定时炸弹 有关锭 了解 ר 啊? 哪里? 在封面中的寄罰装置的寄信履歴 使用電池的機械可以解析 能夠逆接接 哇! 這是什麼好奇 我們會遇到的狀況 犯人成功被抓获 经过刚才的事件之后 男主也获得了哥利亚的认可 愿意让他骑在身上 可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回到家后 粉毛居然对他出手了 而且还表示已经找到了他出轨的证据 原本在一旁吃瓜的匈医郎文言 也跑过来凑认了 就在这时 两个厨局的工作人员出现 原来一切都是误会 男主一直联系的陌生人就是他们 这还得从前几天说起 当男主知道匈医郎超爱的茶叶不够之后 就委托了厨局帮忙寻找这一款黑暗深甜 但问题就是这个茶叶十分稀扬 到货需要好几年时间 于是男主为了弄掉原材料 在厨局的帮助下去了各种险地搜集材料 最近一直早出晚归也是因为这个